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但预算有限的情况 还是得看性价比 这也是realme真我GT最明显的标签 它是一款水桶机 但真的就无可挑剔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6.43英寸MOLED屏幕 120Hz刷新率 屏幕指纹 银河战舰的亮光后盖 质感出奇的好 怕沾染指纹可以选这款 虽然中框不是金属材质 但这个价位来说 有什么自行车 同样的骁龙888 UFS3.1 LPD25 性能自然也是目前的第一梯队 这也没什么可争议的 但如果玩游戏像火炉一样 那肯定不行 所以realme直接整了一套 3D刚化夜冷散热 名字很唬人 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开启GT模式 极限帧率40分钟 背面最高温度只有36度6 正面最高也只有37度6 这可不是一般的优秀了 另外惊奇的是 这次还做到了4500mAh大电池 和65W闪充的同时兼顾 这个必须要点赞 800万超光角 6400万主摄 200万微距 相机方面满足大众需求的同时 还有一些人像滤镜 多景录像 电影模式这样的小功能 如果你对相机要求比较高 抱歉 还是那句话 最后呢 像双扬声器 线性马达 全功能NFC 就连稀罕的3.5毫米耳机孔 也直接跟上 你说 像这样性价比的手机 你还能说出几款